瑞芳火车站后老街采用的铺面是石砖铺面 比起薄油路面更让老街有怀旧气氛 但是有一小段本身地基就很浅 所以已经重铺过好几次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根治 石砖还是照样凸起 甚至有积水情形 民众抱怨怜怜 瑞芳火车站后老街采用的铺面是石砖铺面 比起薄油路面更让老街有怀旧气氛 不过在这一小段的石砖铺面 可以明显看到石砖都已经凸起 凹凸不平的就曾经让路过的女骑士摔车 附近居民都说这样实在太危险 人家看到了有了 你有看到过 有了有看到过 还有那个一段他过去 破证公所发报的 我有那个磁状的问题 因为磁状的问题 我们这里下雨雨气这么多 可能一段差不多 几个天气的问题 全部要挖一段差不多 20公尺左右 其实这一小段本身地基就很浅 所以已经重铺过好几次 但是就是没办法根治 石砖还是照样突起 甚至几处也有积水的情况 车辆经过水花都会溅起到 网店加喷 民众抱怨连连 议员廖秀雄表示 这段不再重铺石砖 改铺薄油 我感觉较好 不然它每天 每次都冲好 它又落下去了 不然 10公分的薄油下去 这样才可以永久性 不然就在那里走 那里的钢子都要齐足够了 对我们所有的油客 包括车辆出时要搁 这个东西很不方便 民众说为了美化街道 铺石砖确实有帮助 但是石砖一直破损 突起甚至危害到民众的安全 实在没必要 因此也赞成改铺薄油 让用路人安全有保障 介绢威 瑞芳采访报导